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歐喵我是講顧色Bang 社會對於美的定義似乎還是有一定的世俗框架 前陣子當兵吃太好了 在螢幕上稍微圓了一點 眼尖的觀眾就直接留言說我胖了 不理心直接睡滿地 我一個小小youtuber很難想像 那些大紅大折的明星要如何克服這一切 也許能突破這心魔的方法 就是專注在自己熱愛的事情上 努力成功爭取自己的一片天 讓人心服口服的閉嘴 這不是不可能人生蘇珊大神的蘇珊波伊爾做到了 在英國達人秀綻放光芒 贏得了自己的人生勝利 蘇珊波伊爾生於1961年蘇格蘭的若席安 她尚有四個哥哥 五個姐姐 是家中最小女兒 媽媽懷胎時已經高達45歲 生產的過程並不順利 造成蘇珊經歷了短暫的缺氧 連帶影響從小被診斷輸入學習障礙 她也因此常被同齡的小孩霸凌 但我們的主角來自一個很有愛的音樂家庭 她的爸爸是一位二戰時期的老兵 退休後並在酒吧駐唱 奠定了蘇珊對音樂的喜愛 她說唱歌是她的一生 打從12歲參加學校音樂表演開始 她就從未停止唱歌 成年後事業目標明確的蘇珊 去上了愛丁堡的演藝學校 特別拜師學唱 也參加了政府的訓練計畫 除了在教會中唱歌 她也開始參加了像愛丁堡 國際異歲節這樣的當地活動 在她前期的歌唱生涯中 蘇珊曾拿出她所有的存款 錄製了三首歌詞 為了能有專業的demo作品 寄給唱片公司 她正式的首單作品 是在1999年發行的慈善專輯 Cramia River 以紀念千禧年 但最後只有一千刷發行 蘇珊心懷夢想已經熱情 她的事業卻不是這麼順遂 而一切的問題 卻來自不被人們討喜的長相 1995年蘇珊參加了節目 My Kind of People 該節目為許多擁有才華的演藝人士 提供一個被看見的機會 但在輪到蘇珊時 主持人先是嘲笑她一番 甚至躺在舞台上 只為了偷窺她的群體風光 但蘇珊試著讓自己鎮定 並繼續高歌 把握自己天賦的機會 同時趁機 試著踹了主持人一腳來保護自己 雖然節目從來都沒有被放在電視上 但一位當時也在場的來賓 後來受訪談到 她聽說了蘇珊的好歌喉 可惜的是主持人只想嘲笑她 阿倫的嘲笑一直是蘇珊生活中的陰影 在她又滑稽的腳步登上英國達人秀舞台 並說出自己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專業的歌手時 攝影機甚至捕捉到的觀眾 稍微嫌棄的表情 但就在她開口的那一剎那 歌聲換來的是無限的驚嘆 歡呼以及掌聲 蘇珊對於歌唱節目的想法一直是很反感 她認為參加節目的選手都是長相定身時 即便她的母親時不時就會鼓勵她去參加歌唱節目 希望她能再比教會場面更大的比賽聽眾前演唱 但當她得知自己有參加英國版The X Factor 偵選的機會時她仍選擇放棄 但在母親過世後蘇珊鼓起了勇氣 希望能以登上舞台的方式來紀念獻唱給自己的母親 這個想法上的改變 一個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 2008年蘇珊報名了英國達人秀第三季的海選 她選唱了悲傷事件中的經典歌曲I Dream A Dream 這是她在母親過世後第一次公開演出 當她一開口全場包括評審都聽得目瞪口呆 她的演唱片段被上傳至Youtube後 在20小時內增加了快500萬的觀看 所有的社群媒體都在討論這位英國大神 電視媒體派出了記者到她居住的小鎮採訪 諷刺的是蘇珊本人從來沒有上過任何社群 當看到媒體出現在她的面前 她還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世界正在為她瘋狂 在隔年5月的上半場總決賽中 蘇珊演唱了音樂劇貓的經典歌曲Memory 並成為了觀眾票選的最高票 擁有最多人系的她最後輸給了舞蹈團體 Diversity拿下第二 雖然她曾表示過自己的遺憾 但她的影響力是絕對的 當年悲傷世界的相關門票 甚至因為她大幅成長 感人且振奮人心是一位音樂編劇對她的讚賞 成名後看似光鮮亮麗前途順遂 蘇珊還是有一般人看不出來的苦痛 比賽壓力與挫敗感帶來的情緒問題 讓她在心裡上飽受折磨 情緒不穩定行為古怪 在決賽入製完的隔天她就被送進了 倫敦一家私人精神病診所 因斯更譴責的製作單位 比賽前從未對參賽者進行心理評估 因為突如其來的名氣可能非常危險 但好在蘇珊在三天後就出院 並加入了英國達人秀的賽後節目 巡迴演出 在24場演出中參與了20場 並在巡迴後很快投入在個人專輯的製作 在童年發行的首章專輯 I dreamed a dream 該專輯創下英國最暢銷專輯的紀錄 並穩住的告示牌冠軍寶座6週 而且還成為當年實體專輯銷售冠軍 在她成名後的短短一年內 她賺錢了500萬英鎊 不只工作邀約不斷 更被時代雜誌票選為 2010年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 蘇珊立志的故事 吸引了製作人為她推出了 個人電視節目 蘇珊波伊爾的故事 讓更多人看見她的故事 雖然事件總是太快 用一個人的外表評論別人 我們沒辦法對此做出什麼改變 因為我們生活的社會就是如此 但蘇珊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故事 給他們一個教訓 或以自己作為模範 給因為長相而氣餒的人們一個希望 從出生以來 因被診斷大腦受損的蘇珊 在生活上遇到了許多挑戰 一路上學習就業也都非常挫折 但她仍保持正向善良的心 或許也就是如此 老天終於在2013年還給她一個清白 蘇珊自己也找回了真相 她發現自己被誤診了 在接受專家的診斷後 醫生告訴她她得到的是亞斯伯格症 她並沒有學習障礙 反而擁有比一般人還高的智商 這樣的結果讓她更善待自己 並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目前為止 蘇珊共發行了八張專輯 她更在這十四年間 嘗試各種新事物 例如為她的第四張專輯 學鋼琴 在電影打一腳 實現了她從沒有想過的電影夢 並推出了自己的新的兩個紀錄片 實現深受她的故事啟發 除了英國她另外的在美國 也特別受到喜愛 許多人認為是她的故事 從某個角度也體現了 美國夢的核心理念 讓懷抱夢想的人們更受啟發 也更有希望 累積至2019年蘇珊 已賣出了將近兩千萬張的專期 童年她再次踏上了達人秀的舞台 參加了美國達人冠軍 並強調這次是來贏的 當被問到是否認為自己是冠軍時 她回答 我是那些沒有自信 與勇氣開孔人們心中的冠軍 得到成功 民生與收入 蘇珊人保持善良 謙虛 支持不少慈善活動 阿成透露自己最害怕 是回到當時被人誤解 人生不順的時期 因此堅持過著較為簡樸的平凡生活 她到現在人住著小時候 與家人同住的房子裡 並由自己終於得到了成就 買下了隔壁的房子 打通兩戶並改造一番 讓自己與陪伴她的貓貓 能更享受在屬於自己的空間裡 現在蘇珊簡直於當年台上的大嬸 判若兩人 她撿了重 造型也改變了不少 看起來年輕許多 她曾在節目中提過 她從未談過戀愛 換來一線的樣子 也讓她遇見了第一位 身世男友 只望未來的日子裡 她能拋下過去 一直繼續幸福下去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分享 也可以每個月視乎回家 我會員自我 這樣 下次見 bye